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海南一直是旅游和户外运动的好地方 现在海南最火热的运动是什么 也有哪些新产品呢 我们一起去萧博会上看一看 没有海也能体验冲浪的乐趣 这就是今年星期的小中运动陆地冲浪 和普通的滑板不同 陆冲板的板面更宽 板头不翘起更加的灵活 刚刚是我第一次体验这项运动 确实非常的有乐趣 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像我一样做好防护 增长得非常快 比如说很多进口的陆冲品牌 是实现了三倍数的增长 结束了陆上的运动 我们再来看看海边的玩法 如今钓鱼已经成为了不少人 休闲健身的一项选择 工作人员告诉我 像这样两根配置差不多的鱼竿 挡环从金属换成碳纤维 价格就可以提高接近三分之一 专业的装备背后是一个细分化的市场 淡水 海水 基调 船调 你需要怎样的一个调 出去调说多深的水深 搭配的一个杆子或者是轮子 等等的型号都不一样 旅居生活管理 像游艇 灶浪艇这样的大块头 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为了促进旅游消费 在海南用于运输和旅游的交通工具 都可以享受零关税的进口水收优惠